我们足球队昨天晚上在六十几分钟换下洛国富之后 丧失了很好的机会啊 1比1最后平了阿曼 基本上说我们99.99%的可能性是去不了这次世界杯吧 我们看啊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李铁身上 从几十年前开始看李铁踢球啊 这个感觉的出来李铁这个个性啊 善于破坏或者说有体力 但是在思考方面能力不足啊 尤其是这次世界杯他当了主教练之后 更可以看出来这么样办法 这实际上是局限于他过去的经验 教育以及种种其他 感觉上他本身来说也没有什么提高的这个境地了 从我的角度来说 现在换教练已经为时已晚 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性 那么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欣赏一下吧 希望李铁的年薪拿的不会心亏啊 是的 好 白瓶